欸鮭魚 為什麼你名字叫鮭魚啊 因為我當年為了要吃免費的鮭魚 原來是這樣 小屁啊 和牛 該名 吃飯 鮭魚 蛤 叫我幹嘛 蛤 你也去改喔 你已經改兩次了 那怎麼樣啊 小屁啊 很好笑欸 為了吃鮭魚改名字 這些人喔就是貪小便宜啦 最會賺肉洞啊 欸 蛋塔不要說價錢 綠合只要30塊 靠 快搶啊 欸 鮭魚發信就沒了 趕快搶 我幫你啊 我們找公司570元 待會幫我拿公司 好 直播 我叫鮭魚 蛤 好 直播 來 開始點名啦 張鮭魚 李鮭魚 陳鮭魚 劉鮭魚 唉 時封日下 道德倫喪 你們這些貪小便宜的 上課上課 吳鮭魚 吳鮭魚 吳鮭魚老師請到校長室裡探 好 我先出去一下 關於鮭魚直撞日本人的看法 我聽到這個新聞的時候真的瞎眼 我剛在台灣的時候聽到在台灣可以改三次的名字 那時候也真的嚇到 因為在日本通常不會改名字 是因為還有比較傳統的想法 是身體跟名字是父母第一個送給我的禮物 所以還是要好好珍惜 就是在日本也有一個名字的問題 是父母吃的名字太奇怪 想到或流連的那種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羨慕可以改名字 我覺得為了命運改名字是可以理解 專業的算命是幫你看 然後再決定去人生會好過的 是很好 可是終點是 真的不能理解為了壽司改名字 改回去就好嗎 我覺得還是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名字 這是我的個人的意見 先看影片 最近這一兩天好多的八九年級生 為了要吃免費的鮭魚 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叫做鮭魚了 呵呵小辣格局小辣 我不用改名也可以大吃鮭魚喔 鮭魚酪梨壽司組合 好士多369元硬核 有三款壽司口味分別是 魚卵、鮭魚、蛋皮 魚卵跟鮭魚壽司裡面的用料都蠻豐富的 有小黃瓜、蝦仁、小快瞬魚片、酪梨、龍蝦沙拉 這款壽司用料很足 口徑很大 內餡除了小黃瓜的脆度以外 其他全都是軟綿綿的口感 說實話 不看成分表都不是好吃那些什麼 但除了口感不那麼豐富以外 味道及飽乳感都還算不錯 就算找三四個人一起吃都適合飽 推薦指數三顆星 中文字幕包製 中文字幕包製